最近有參加一個線上的攝影課程 其中有一個作業是要連續14天 拍指定主題的攝影照片 那對於這個作業一直都沒有一個想法 不過呢 今天我哥哥帶著他女兒從香港回來 我住的那邊只有兩個房間有冷氣 對那我就把那個地方讓給他們住 我就想說 我就這14天我就出來 然後就把這個作業完成 這14天呢 我有安排了兩個登山行程 對一個四天一個七天 然後有三天的交通日 就是頭尾跟中間有一天 從這個行程移動到另外一個行程 對不過下個禮拜 今天是7月13號嘛 下個禮拜好像天氣會比較不穩定 可能就要看情況 也許第二個行程沒有辦法去 也說不定 這個作業有幾個前提 其中一個前提就是 頭尾兩天都必須是自己的 自己的照片 這邊是自家陽的登山口 前面的有一個爬山的人住的民宿 對這個是四季來西吊橋 對 給各位介紹一下 早沙都報咬 在清潔 我聽到 曼山便 nau 是 estoy 當時 你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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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 这一天是第一段行程的最后一天 我从自家洋登山口走出来 经过环山剥落马 要去搭公车 在路边有这样子的铜像 另外在湖南上面也有这样子的雕像 这个行程是去雪山南风 我用四天三夜很轻松 第一天走到朴丹山屋 第二天经过自家洋大山到雪山南风 然后再下去雪山救治营地扎营 第三天就下山 走到林登山口很近的一个西边 在那边扎营 第四天就走出来 因为要再搭公车到宜蘭 再转火车到佛东 到宜蘭的时候 要去洗衣服 要去西奔拿 我在出发前 从桃园出发前 就先寄出来的补给品 对 然后吃一顿好的 到了佛东之后 安顿好之后 再吃一顿好的 然后把相机寄回桃园 第二段行程就都用手机来拍摄 因为第二段行程它比较长 八天七夜嘛 带个相机我觉得有点重 因为我背不重 心生又比较长 吃的腰带比较多 背包就会比较重一点 对 这一天是第二段行程 就是南二段的第一天 原则上过了这一天之后 都有三屋可以住 所以是最后一天砸饮嘛 如果是自己扎饮的话 打好帐篷之后的下一件事情 我就是去看哪边适合挖这个洞 就是所谓的猫洞 就是大病的洞 对 先挖好来 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就不会太充满 OK 当初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很直觉的就认为 这个是迷恋 着迷的意思 就安排在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会经过嘉明湖 对 很美丽的高山 湖泊 一万五级的草原 这当成是爬山的人的目的之一 也不为过 就是很美丽的风景 下了山之后 我在解决这个影片的时候 发现同一天早上 我有录下这个片段 很美丽的原因 zen Может 有 régimen Auzi Ju 刚开始爬山的时候 然後就把自己的膝蓋弄壞掉了 也不知道要休息 所以它就反覆形成一種習慣性的舊傷了 一直到了疫情就被迫休息 到現在膝蓋我覺得已經是幾乎好了 不過在比較累的行程 或是比較長的行程的時候 然後我還是會做這樣子的預先的防護 對 所以我再去查了一下Obsession這個單字的意思 其中有一個意思是 執著 執著跟著迷迷戀 好像很難分得清楚 拍照 我 在另外洗下來 很快 反觸 沒有 消痣 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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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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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